结果检举发现是去这一间药局非法来卖管制的药品 一上门来查去发现 店家呢居然纵容店人的这个恶犬 不断的乱叫狂吠 凶恶的差点一度做事要攻击人 远景来到被检举的药局上门击查 却碰到这样的状况 店里的小狗狂吠 一旁远景被噪音吵到脸色难看 药局老板娘赶快出来帮忙劝阻 却完全没有效果 小狗依然在药局里狂吠 还一度做事要攻击人 让随省的女鸡茶园迟迟不敢靠近 最后远景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才出面制止 直到远景开口 老板娘才乖乖的把狗关进屋内 一旁的女鸡茶园这才敢靠近柜台 开始调查 这间未在彰化市区的药局 被查出非法贩卖第四级管制药品和注射液 卖给毒虫充当解毒瘾的替代品 还告知毒贩可以混合使用 远景上门击查业者还企图放狗咬人干扰侦办 如今违法药品和负责人全被带回警局 总理性友统梦会彰化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